才刚在上星期受委为我国驻印尼大使的拿杜斯里达祖丁 突然在三天前被巫统开除最高理事的党职 让内斗家具的传闻更加甚嚣尘上 巫统党主席拿杜斯里尔莫扎西今天证实割除达祖丁之余 也暗示导火线来自对方违逆党域 却不愿透露具体详情 只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 他做了什么自己心知肚明 向来被视为首相拿杜斯里基斯麦沙比里 在胡同党内人马的最高理事拿杜斯里达祖丁 不久前才兴高采烈升任我国驻印尼大使 但是开心没有多久就传来他被踢出最高理事会的消息 尽管当事人被追问各种原因时三间其口 不过身为国阵间胡同党主席的拿杜斯里阿莫扎西 却稍微露了口风 阿莫扎西今天在首都出席国阵举办的就业展后 对媒体证实巫同已经开除达祖丁的党职 并且语带保留的说 所有最高理事都需要遵守党的决定 不过当记者连番询问详情时 有点招架不住的阿莫扎西 唯有要求记者将问题抛给达祖丁 还冷言冷语的丢下一句 他自己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 他最清楚 据了解达祖丁曾在理事会议内要求党高层保证 一旦国阵胜选掌权 必须确保伊斯迈继续任相 乌鲁竹和阿莫扎西还强调 如果理事中有人反对格除达祖丁 他会心胸宽大接受 但是这却是党内的一致决定 至于达祖丁是否能够上诉 阿莫扎西表明党职去留是由党主席 也就是他说了算 发出格职信的党总秘书 拿督斯里阿莫马斯兰 叫后受访时则婉转地说 乌统是考虑达祖丁新官上任后 既要忙碌大使工作 又要操劳党户 担心他会分身乏术 才会恭请达祖丁离职 我感觉到达祖丁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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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网络流传的格职信 专注大使职户的确是马西兰提到的委婉说法 然而细看信函发出的日期 在本月21号 会发现达祖丁是在受委大使后的隔天 就被开除党职 虽然人走茶还未凉 但是乌统最高理事会将在今晚8点 召见雪州国阵前宣传主任伊珊加里尔 相信届时可能委任他取代达祖丁的位置 属于扎西派系的伊珊 也在脸书发文 感谢受邀出席会议 表明自己会全力以赴 教服乌统和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